今天是7月28號星期五 祝福大家週末愉快 昨天的台股市小幅度的震盪 還是以個股的表現為主 好 其實就像我一直在強調 在這幾天的盤面 大家不要去期待大盤 大概是到8月15號以前 大家記住這個數字 其實就像我一直在強調 記住這個日期 8月15號以前 因為在8月15號以前 有很多的個股 第二季財報會陸續公佈 大家去想 第二季財報就是在谷底 普遍都不好 所以它一定會導致這些個股 或是說大盤 一定會比較震盪 所以如果說以指數來講 預計會持續震盪到8月15號 過後才會 有比較不錯的表現 在這期間 當然就是以個股為主 而且大家要知道 在8月15號以前 會有非常非常多 絕對的買點 以個股來講 什麼叫做絕對的買點 就是說 只要這一檔股票 它在2024的數字 是持續成長 它的未來獲利是持續往上成長 但是它因為第二季的財報不佳 而造成的下跌 這就叫做絕對的買點 因為大家去思考這個邏輯 這個邏輯 其實我們在第一季有講過 當時在第一季的季報要公佈 整個市場都很擔心說 第一季的季報這麼爛怎麼辦 當時不是就跟大家講 第一季跟第二季的季報不好 這不是廢話嗎 第一季跟第二季就是在谷底 在谷底難道你希望它年月雙針 不可能嘛 所以一定是說第二季的季報不好 這叫做廢話 但是如果說這一檔股票 在2024年 預估數字是持續往上成長 那它如果是因為 股底的季報不好 而造成下跌 這絕對就是買點 所以我才會跟大家講 把握這幾天 真的一定要好好把握這幾天的機會 我們在本週公開告訴大家 把一些漲多的股票出金 轉進幾檔全新屬於8月份的黑馬股 我們前天才剛講完 昨天大漲了9% 前天才講完 昨天就大漲了9% 個股我們等一下再來講 所以如果以大盤來講 我們直接看一下指數 以大盤來講其實 在這個位置 它會持續的上下橫盤整理 所以基本上到8月15號以前 你就記住這個日期 8月15號以前 不論說加權指數 還是說貴買指數 尤其是貴買 貴買的震盪一定會比加權又再更劇烈 因為貴買的財報 不會比加權好 加權財報反而會優於貴買市場 所以它會持續上下做震盪 預計說8月15號過後 才有機會突破前高 可能往17500 或是18000下去做上攻 在這之前都是以個股 個股表現為主 好 那我們就回到重點 我們在這兩天 有跟大家講一個邏輯 就是AI的賽局理論 AI的賽局理論告訴大家之後 受到非常非常熱烈的回響 大家都有同感 多數人都認同這樣子的想法 因為說AI的賽局理論 我是站在一個很客觀 很中立的角度跟大家分析 說為什麼我們買AI 怎麼比較都比不買AI還要來得划算 受到非常熱烈的回響 當然也有說不認同的意見 當然說 因為說這個東西是個人風險承受度 對 有些人說可以接受這樣子的風險 有些人不能喜歡說穩穩的賺 我覺得說沒有好或是壞 這就是個人喜好的問題 只是說如果說站在一個客觀的角度來看 一定是買AI會比較好 那你說 因為很多人會好奇說 那為什麼 這種AI的賽局理論 它有辦法成立 就像我講的 我們有很高很高的機率 能夠大賺超過一倍 不誇張 我們就是真實的 展現給大家看 3231的偽創 當時在一個月前 80塊買進 160以上 本週公開告訴大家 我們出清的所有持股 這不是100% 足足100% 80塊買160賣 不就是100% 所以 因為說 AI的空間很大 所以有高機率可以賺超過100% 那你說風險在哪裡 頂多就是賠個20% 就像我們昨天講的 頂多頂多就是賠個20% 那你說 是所有的股票 所有的行情都適用嗎 並不是 它只適用在AI上面 這個賽局理論 它只適用在AI 為什麼 因為AI它有兩大特色 就是因為AI它有兩大特色 所以它才能夠形成這樣子 這麼完美的賽局理論 因為AI第一 它的空間非常非常大 為什麼空間大 因為就像我們在前週有講過的 很多的AI股 股價會越漲越便宜 那其實像是勵志 廣達 偽創 都出現這樣子的狀況 真的是越漲越便宜 直到昨天 又有一檔股票 出現這樣子的狀況 越漲越便宜 就叫做台光電 2383台光電 為什麼會說台光電 股價是越漲越便宜 大家要先加入我們的Light 直接拿起手機 用手機的相機掃描 現在右下角的QR Code 可以直接加入 加入我們Light最大的價值 當然就是說我們 不論說節目也好 還是說我們Light平台裡面的邏輯也好 我可以跟你保證 這些邏輯你在外面絕對看不到 誰會跟你講AI賽局理論 是不是 所以很多新的思維 對於股票說全新的視野 在我們的Light裡面都有 當然說八月份有什麼新標股 在裡面也都有 大家記得先掃描加入 你去看 為什麼會說2383的台光電 昨天是越漲越便宜 台光電其實我們當時也是都公開告訴大家 7月10號 告訴大家我們買240塊錢 買在240塊錢 當時到283.5而已 告訴大家這裡的真實本益比只有14倍 很便宜 有沒有 7月10號 當時告訴大家CCL通波基板 它會是在AI伺服器裡面 受惠程度最大的一項供應鏈 它的價差可以高達9倍左右 毛利 毛利可以高到9倍 7月10號 一直到昨天 一直到昨天 跳空開高 漲停鎖使一架到底 這是一檔台光電 你說為什麼台光電的股價能夠這麼的強勢 直接跳空漲停開高鎖使 其實主要就是因為 我所講的 越漲越便宜 昨天7月27號 又創高389元 389元 那其實主要就是因為說它第二季的季報公佈 它第二季的季報公佈出來 那結果大幅度的優於市場預期 那當它大幅度的優於市場預期 它的空間就會變大 因為說第二季的季報 優於市場預期 那市場自然會去把它2024的數字 又再往上去修正 那只要說這個數字往上修 在股價不變的情況下 它的本益比自然會變得比較便宜 那本益比變得比較便宜 整個市場自然就會不計代價的 進場去搶這一檔股票 所以就會直接跳空漲停 一架到底鎖使 這就叫做越漲越便宜 所以你去看 這是一檔台光電 你說如果是什麼 股本只有一億兩億這種 雞蛋隨膠股 這種我們就不講了 但是它是一檔台光電 股本超過30億的正規的股票 能夠這樣跳空漲停鎖使 就代表說它的數字真的夠強 所以我才會跟大家講 一檔股票的數字夠強 不用等到說 不用等到說它起漲會怎麼樣 市場自然就會去搶 好 那我再帶大家來看 你去看 我這樣具體的帶大家來看 2383的台光電 台光電原本在今天 昨天漲停板之前 昨天漲停板之前 大概是350元上下 350元上下 那你知道嗎 昨天這一根漲停板以前 跟漲停板過後389元 它的位階是更便宜 350元的股價 它的 預估獲利是16到18塊錢 這裡2024的獲利 2024的獲利是16到18 16到18塊錢 真實本益比是21倍 真實本益比是21倍 那你去看 昨天漲停板漲到了389 但是獲利也跟著上修 2024預估數字上修到19到20 所以 它的真實本益比反而下降到了19倍 這就叫做越漲越便宜 你去看 我再這樣講一次 股價350元 漲到389 股價變貴了 但是它的真實本益比卻下降 21倍變成19倍 有沒有 變得更便宜 那你說為什麼 真實本益比會下降 就是因為數字上修 原本是16到18上修到了19到20 那你說它為什麼會上修 因為第二季的季報太漂亮 數字開出來由於市場預期 數字自然會上修 所以你懂了吧 就是說 我們從前兩到三週 我就一直跟大家強調 AI根本就沒有天花板 為什麼會說AI沒有天花板 因為數字會一直上修 只要說六月份的 單月的財報出來 單月字節出來 優於市場預期 數字就會再上修 單季的數字出來 單季的季報出來 優於市場預期 獲利又會再上修 那怎麼會漲得完 你現在覺得是天花板 那結果 隨便一個單月數字 單季的數字出來 獲利又再上修 永遠不會有天花板 所以這個現象代表什麼 這個現象就代表說 AI的空間非常非常之大 因為它的數字會一直上修 所以它的天花板 它的上限是非常非常的高 那也是因為有這樣子的特性 所以我們在AI股上面 很容易就能賺超過100% 這就是第一個特點 因為AI的空間夠大 AI的空間夠大 所以我們可以很容易 就賺到超過100% 甚至200%以上 所以你看 包含像是台藥也是 6274的台藥 6274的台藥 7月11號這個位置 告訴大家 72元真實沒筆只有11倍 當時股價多少 75塊錢 只有75塊錢而已 昨天最高 在本週最高來到141 141 從75到141 這不是也快一倍 我沒有賣在這麼高 我沒有賣在這麼漂亮的位置 是本週陸續出清 但是最高點有來到141 代表什麼 代表我選的股票 一定有在單月大漲100%的實力 台藥從70塊錢 一路到141 這不是足足100%嗎 雖然我沒有賣在最高點 但是這就證明了 我們選的股票 絕對都有實力 在單月大漲100% 是吧 所以我才會說 在這個AI趨勢裡面 我們要賺到100% 200% 這很容易 為什麼很容易 因為數字會一直上修 數字一直上修 股價就會一直漲 一直漲一直漲 怎麼會有天花板 所以包含像是偽創也是 3231的偽創 有沒有 偽創就真實的賺給大家看 當時80塊錢 就80塊錢而已 80塊錢公開告訴大家 我們進場去大買 大買了偽創 本週160元以上公開告訴大家 我們偽創已經賣掉了 160元以上全部出清 這不是足足100%嗎 6月28 80塊錢以下敲市價單 本週160塊以上市價單隨便敲 當然說現在是儲置 儲置就是 儲置沒辦法直接敲市價單 那就直接掛漲停 掛什麼價都可以 隨便賣 就是超過足足100% 所以就是因為說 AI有這樣子的優勢 它的股價會越漲越便宜 所以它的空間非常非常的大 再來第二點的優勢就是 因為AI 它叫做趨勢成長股 所以它不可能會大起大落 它的獲利一旦上去 就會開始定型 也是因為不會大起大落 所以最差最差最差 頂多回檔個 了不起回檔個2到30% 其實就差不多了 所以就會衍生出我們昨天所講的 AI的賽局理論 你去看這裡吧 AI的賽局理論 我們去買AI 有很高很高的機率 讓我們的資產翻倍 那我們唯一冒的風險賠個20% 划不划算 我們現在去all in買AI 頂多就是賠個20% 但是我們可以讓資產翻倍 有什麼不好 這麼划算的交易 一定是要把握 所以把握機會 我們在昨天跟前天 已經正式開始進場去補局 屬於8月份的標股 其中一檔 昨天已經大漲了9%以上 又創高 所以把握今天 收盤以前打電話進來 或失去我們的Light 直接帶你去買 8月份的新標股 我們先進入廣告 好 所以其實就是因為說 AI有這兩大特性 第一就是說 股價會越漲越便宜 所以它很容易就是 超過100% 或是說200%以上 這是很簡單的事 那也是因為 AI它有趨勢成長特性 所以它回檔空間有限 所以就會形成我們所講的 AI的賽局理論 這怎麼想都是划算 真的都是划算 但是我們還是要回歸到一個重點 好 那什麼股票可以買 那這個時候我們靠的就是 2024的數字 所以你看 那也簡單講一下偽創 偽創我們就是 真實就是賺100% 賺100%是什麼概念 你在一個月前 你買多少就是賺多少 買100賺100 買500賺500 買1000就是賺1000 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你買多少賺多少 開不開心 昨天的偽創是小幅度的震盪 今天偽創解禁 解禁的第一天 一定都會比較震盪 如果說以中長線來看 這個價位不貴 150元上下的價位不貴 明年數字還會再上修 記住明年數字還會再上修 這個價位不貴 但是因為說 解禁的第一天 它一定會有比較多的賣壓 可能說之前沒賣到的 或者說現在又想去進場的 所以通常在解禁的第一天 我都會等到大概是11點半後 再決定要不要在第一天去出手 大家可以去參考 就是說解禁第一天不建議 一開盤就衝進去 因為那個波動會太大 大家都要搶 要賣的賣 要進場的進場 它會變成說這樣非常劇烈 所以今天偽創算是一個 蠻重要的重點 當然說我所講的AI 不是說我們要去All in AI 就一直去瘋狂去買偽創 廣寶科音業檔廣大 不是這樣 不是說一直針對同一檔 一直去買一直去買 而是說整個AI的族群 相關聯的它都有機會 就像我們在前天有告訴大家 就前天而已 前天告訴大家說 我們進場去買一檔 跟AI伺服器電源供應相關的股票 2024年要賺10塊錢 2024年要賺10塊錢 但是它當時的股價 就在前天 前天的股價不到百元 真實本益比不到10倍 當時我怎麼去形容 我說這檔股票 真實本益比只有10倍 怎麼賠錢 昨天就大漲9% 不誇張昨天就大漲9% 那還有一檔 AI伺服器的上游供應鏈 它是比較偏向做上游的材料 昨天 照盤賣完不久 尾盤直接鎖漲停 又鎖上漲停板 所以把握機會 想知道這些是什麼樣的股票 你可以直接打電話進來 或直接視訊我們的 右下角的QR Code Light詢問 因為說很多股票 就是說 現在還有很多AI相關的股票 真實本益比都不到15倍 都不到15倍 因為說這種股票真的位階太低 所以它隨時都有可能會大漲 就像我講的 我可以等大家 但是我的股票沒辦法 說漲就漲 是不是 所以把握機會 把握今天 所以其實說在這個時間點 還有很多跟AI相關的 它會慢慢的擴散 慢慢的擴散 當然說有些人會去探討說 真AI還是假AI 我這樣告訴大家 真AI跟假AI 根本就不是重點 你說立志 3483的立志 它漲100% 我們足足賺了100% 100%的立志 你說它是不是真AI 它根本就不是真AI 你要說它是很純的假AI 還差不多 因為3483的立志 它主要的引收佔比 都是落在MP跟PC 你說真的要講 它根本就沒有AI的佔比 但是人家就是大漲了100% 我們就足足賺了100% 所以就像我們之前講的 真AI或是假AI 這根本就不是重點 因為你說如果一間公司 它明年的數字很好 現在股價的位階夠低 假AI又怎麼樣 體質就是好啊 明年獲利就是不錯啊 那就算是假AI 它也有這個實力可以漲上去 是吧 所以不用特別去選什麼 假AI真AI 如果真的要去比較這種東西 台股中每一檔都在做假AI 因為營收佔比都不到10% 現在的營收佔比真的都不到10% 所以你看喔 像是廣達也是啊 也是不到一個月 6月30號 6月30號140塊錢嘛 140塊錢告訴大家 這裡不貴 一路往上漲 廣達其實也是一檔很典型的例子 股價越漲越便宜 租數85% 原本是8到10 又上修 6月份自解出來 又上修到12 股價越來越便宜 昨天小幅震盪相對都還是強勢 例子也是啊 我們才剛剛講 MB跟PC 散熱佔比9成 你說它全部的產品都落在MB跟PC 它是真AI嗎 我應該要說它是很純的假AI 問題是人家足足就是大漲100% 足足就是100% 為什麼 因為數字夠強 所以其實 這些就可以驗證我們之前所講的 當時有跟大家講 AI這個題材 它會把整個台股中的電子股帶起來 是不是真AI假AI不是重點 是說它會把整個電子股帶起來 只要說位接夠便宜 它就一定會漲 所以把握這樣的機會 你去看 因為整個AI的題材 它有兩大特色 第一點就是獲利會一直上修 所以股價會越漲越便宜 我們很容易就可以賺到超過100%的大獲利 那也是因為它還有趨勢成長的特色 它不是景氣循環 所以我們它下跌的空間有限 頂多就是回檔格2到30% 已經很多了 所以就會形成我們所講的 AI賽局理論 我們現在去All-in買AI 你說為什麼我每一檔AI都要All-in All-in才划算 All-in買AI 我們賺個100% 好 給你賣得很慢 頂多回圖20% 還有足足80% 頂多我們就是賠20% 用20%來換我們的資產翻倍 有什麼不好 那你說你不去買AI 風險是什麼 沒有 沒有任何的風險 那你唯一的利潤呢 唯一的利潤是可以避開最後的回檔 就這樣 你就只能避開回檔 什麼都不是 最後你會換來說 好 你說我不去買AI 我避開了最後的回檔 你很有這個優越感 除了優越感 什麼都沒有 你會變得說很空虛 為什麼我知道 因為我就是當時航運的受害者 我就是當事人 當時我就是在航運旁邊 我沒有做到 只好說航運趕快下來 結果最後我什麼都沒得到 所以把握這樣的機會 因為我們在今天的收盤之前 會針對八月份的全新標股 下去做佈局 直接打電話進來 或詞訊我們的Light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下降 下降